这个52岁的皇太极 突然暴毙而亡 生前没离任何传位诏书 先帝尸骨未寒 多尔滚与豪格在灵堂上 就开始上演了皇位争夺大战 豪格这边一口咬定 先皇就是子承父业继承皇位 所以按照这个规矩 自己就是大清未来的皇帝 可多尔滚这边却极力反对 理由就是无论是文韬武略 还是政绩战功 多尔滚都比豪格强太多了 各大亲芒其主各执一死 瞬间双方为此吵得不可开交 眼看双方就要动手 这时李亲芒戴善站了出来 他大声呵斥住了这场战争 并让所有人都回去冷静一下 改日再做出第二次商议 而另一边的永福宫里 庄飞寝食难安 因为不管多尔滚与豪格谁做皇帝 他都是板上钉钉的殉藏人选 可他又不想死 于是请来了 阻止多谋的汉臣洪成仇 寻求救命之法 洪先生 我不怕死 但是我不想死 如果我死了 那六岁的福林 不就成了孤儿了吗 洪成仇在得知 多尔滚对庄飞有爱慕之心后 让庄飞赶紧给多尔滚写封密信 千丁明万嘱咐 信要写得悲伤又多情 多尔滚看了一定会帮助 庄飞心思聪颖一点就通 将密信写在当初和多尔滚结缘的那条手法上 果然多尔滚一件趴子 瞬间有了心中的想法 次日议会上 豪格依然不同意多尔滚继承皇位 认为只有皇子才有这个权利 此时的多尔滚也赞同他的说法 然而接下来的做法 却让所有人出乎意料 多尔滚建议九阿哥弗林继承皇位 而他与正亲王吉尔哈拉 则为左右摄政王 共同处理朝廷政务 等到弗林十四岁后再临朝亲政 本王赞同瑞亲王的建议 离皇九阿哥弗林为大清皇帝 离亲王就第一个带头同意 其他人见状 自然也没什么意见 大清危机四伏的王位更迭 最终以六岁的弗林即位 而落下帷幕 进而也避免了一场腥风血雨 几天后 多尔滚愈发大胆 一把扎住孝庄的手 而这位年轻的皇太后 也任由他牵着 因为弗林能当上皇帝 多半都是他的功劳 而孝庄这位注定不平凡的女人 靠着一己之力辅佐皇太极 辅政顺治 培养康熙 成为了大清朝 地位最尊宠 贡献最杰出的女人 明正 上朝 臣妻 临旨 这是大明王朝最凄凉的时刻 李自成攻陷居庸官后 大明王国尽在眼前 这个关键时刻 崇祯皇帝既不调毁 拥有精兵强将的吴三桂 又不同意与大清购河 更令人想不到的是 还不同意迁动 他想靠着锦衣卫御林军 太监以及京城百姓 合力抵挡闯军 就凭他这一点人马 哪里挡得住李自成的百万大军 很快就打进了西直门 直奔紫金城 朝中的大臣死的死逃的逃 周皇后亲自撞响了 上朝议事的众生 而满朝温武却看不见一个人影 空荡荡的朝堂 让崇祯显得是那么的孤单无助 不多时 只见门生赶来的陈媛媛与王承恩 这让周皇后颇为感动 没想到大明朝的威王时刻 竟然还是有人不离不弃 与大明共存亡 王承恩建议崇祯与皇后 换上百姓衣服逃出皇宫 等待时机再召极明朝旧部 实现逆风翻盘 可倔强的崇祯与周皇后 始终不愿放下谨慎的皇家尊严 随后周皇后将外边的事情 拜托给王公公 王承恩武为杂臣 长叹一口气后 向崇祯与皇后身居一躬 郑重告别 带着谨慎下来的太监鲁四处去迎敌 而崇祯与周皇后 则开始料理后事 不管怎么样 也要吃上一顿饱饭 然而御膳房的人已经各自逃命 只能周皇后亲自下厨 陈圆圆在一旁唱着小曲 崇祯仿佛忘记了 国破家王的苦恼 与皇后公主 开开心心地吃着最后一顿饭 吃完饭后 周皇后将三太子托付给陈圆圆 嘱咐他照顾好老朱家的最后香火 随后崇祯皇帝拔出了天子剑 周皇后累留语下心如刀角 因为他知道 这是他们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心里不停地跟女儿道歉 为了不让女儿乐安被闯军糟蹋 母亲只能这样做了 他紧紧把女儿抱在怀里 好让他看不到 身后执剑而来的父亲 咱们三个小辈子再见 关键时刻 这位一国之君心软了 他并没有把手中的长剑劈下来 看着父皇凶神乐煞的模样 乐安公主下的脑袋一阵空白 尖叫一声 直接扑进了母亲的怀抱 你为什么还不动手 不能让我们的孩子留在几人手里 我手 崇祯皇帝悄悄走到女儿的身后 高高举起长剑准备将其杀死 可这位一国之君 最终还是心软了 奸皇上迟迟没有动手 周皇后把怀里的女儿狠狠一推 锋利的长剑 瞬间刺穿了乐安公主的整个身体 这位可怜的大明公主 到此都不明白 为什么自己的父皇与母后 非要杀了自己 看着痛不欲生的女儿 吓得重振瑟瑟发抖连连后退 强烈的愧疚感 让她没有勇气 去面对自己的亲生骨肉 周皇后伤心欲绝 她刺风四点地跑向女儿 妻子与女儿双双死在自己的面前 真正的国破家亡 撕心裂肺的痛 把重振折磨得死去活来 哀嚎声不断地回荡在皇宫中 就在此时 浑身是血的王长恩 带着陈圆圆走了进来 劝朱油卷赶紧逃命 而此时的重振 正淡定自若地写着最后的遗书 心中再无牵挂 看到这个侍奉自己 一辈子的王长恩 深深向他鞠了一个躬 感谢这位老太监的不离不弃 随后他猛地站起来 让他帮自己做最后一件事 王长恩颤唯唯举起手中的大刀 陈圆圆吓得赶紧无上了眼睛 可这个老太监 却迟迟不忍心下手 而此时闯军已经进入宫内 鲁四代仁正拼命御敌 身为太监的鲁四 在这紧要关头带领手下殊死搏斗 这或许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 在王长恩的掩护下 陈圆圆搀扶着朱油姐 用尽力气拼命地跑到了眉山 直到金皮力尽时 才贪坐在地上 此事的他只有一个愿望 那就是在被人抓住之前 一死了之 来维护大明皇帝最后的尊严 就在此时 朱油姐看到了一棵歪脖子树 这一棵他仿佛意识到 这里才是他最重的归宿 于是静止地走向那棵树下 立即解下腰带打了一个绳套 一把推开了阻拦自己的陈圆圆 可精疲力尽的他 根本无法把脖子伸进绳套里 重贞这辈子第一次这么卑微的求人 而陈圆圆始终不忍心 看到一代帝王就这么离去 在重贞的再三请求下 陈圆圆只好趴在地上 成为了这位帝王迈向死亡的垫脚石 重贞用力将陈圆圆登下山坡 防止他再将自己救下来 伴随着一阵抽搐后 这位33岁的汉人重贞皇帝 朱油姐 在这棵树上结束了自己辉煌的一生 同时也终结了 270余年的大明王朝 他的事非公国由后人评说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精彩的下集 我们明天接着再讲 喜欢太史的朋友 记得点赞关注加转发 太史在此 先行拜谢了